我一直以为在我的婚姻中不存在七年之痒,直到在我刚参加完剧本修改会,准备开车回家的时候,看见了我老婆搂着一个年轻人走进了酒店。 看着手机上,老婆刚发来,说是和闺蜜去旅游的短信,我深吸了一口气,开车驶出了停车场,其实很早之前,我就察觉到老婆有点不对劲了,明明刚和她的闺蜜偶遇,她却告诉我,她在给闺蜜过生日,今天晚上不回来睡, 对,但是我一直都没点破,因为身为一个电影制作人,家庭状况很容易影响电影的票房,而恰巧。 最近几年,是我事业的上升期,我不可能让离婚来影响我的事业,可是,当我真的看见自己的老婆搂着别的男人走进酒店大门时,我还是有些接受不了, 晚上和几个朋友来到了酒吧喝闷酒,那你就想办法离婚呗,毕竟她出轨,你是受害者,说不定引起观众同情,票房会增加呢。 朋友放下酒杯说道,这种事情说不清的,我又没有他们上床的照片,如果他把脏水泼到我身上怎么办?现在是信息时代,只要请个好点的公关公司。 白的立马就能变成黑的,我倒是有两个建议,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。 朋友指了指坐在远处另一张桌子上的男人,这个人基本上天天都会在这里勾搭那些有钱的女人,喝最贵的酒,点最大的果盘。 等结束之后,那些有钱女人还会牵着她的手离开,去拿大家都懂,如果你拿不到你老婆出轨的直接证据,不如就造一个。 闻言,我有些动心,但没有着急,问道,那第二个建议呢? 朋友露出了一个神秘的笑容,从怀里拿出了一个小药瓶,放在桌上。 不会吧,你让我给我老婆下药,然后拍床照? 这也特么是犯法的吧。 这可不是给你老婆吃的药,这要是我们实验室刚刚研制出来的,吃一颗就能选择遗忘一段记忆。 不过药效只有一个星期,想要保持遗忘,每周都得吃一颗。 朋友摊了摊手,继续道,两个建议,一个是你去让那个男人勾搭你的老婆,拍下床照,第二个,就是吃下这个药,忘记你老婆出轨的记忆。 我看着桌上的那瓶药,目光久久不能一开。 后面发生的事情,我就不太能记轻了,只记得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,好像是拿了朋友给的药,又好像和那个调妇婆的男人达成了让他去勾引我老婆的交易。 总之,在第二天起来的时候,脑子晕晕乎乎的,好像遗忘了很多事,我以为一切都只是我喝醉了做的梦,毕竟现实哪有这么离奇的事情。 可没过几天,我却收到了一个陌生的快递,里面是一个U盘,插上电脑一看,里面居然是几张我老婆躺在床上的照片,一丝不挂。 表情妩媚,U盘里还有一个联系方式。 我直接掏出手机,拨通了这个号码,一接通,我便破口大骂起来,你特么是什么人,你和我老婆是什么关系,拍这些照片的目的是什么? 然而,让我没想到的是,电话那头的人也很奇怪,然后笑着说道,兄弟,我是鸡仔啊。 你是不是忘记了,明明是你给我钱,让我去勾搭你老婆的呀? 听到这话,我整个人都愣住了,张了好几次嘴,都没能说出话来。 兄弟,那天在酒吧,你给了我两万块,让我去勾搭你的老婆,然后拍下床照寄给你,事成之后,你还会再给我两万? 是的,那天在酒吧里发生的事情,并不全都是梦,我全都想起来了,那天我喝了很多闷酒,在朋友的见义下,找到了这个调妇婆的男人,就在这时,电话那头再次开口道, 怎么样兄弟,我这几张照片拍得还不错吧,你老婆根本没有发现我拍下这下照片,你看,剩下的两万,看着屏幕中,老婆满脸潮红的样子,我只觉得自己脑袋上帽子的颜色更加鲜亮了,而且还是我自己刷的绿漆。 揉了揉太阳穴,思考着,接下来该怎么办,兄弟,兄弟。 电话那头的男人,开始催促了起来,想必他为了勾搭我老婆,也付出了不少资金,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,那我也只能按照计划,让他走向结局了。 只要能落实我老婆陈瑶出轨的事实,那我也不算亏,我轻渴两声,让自己的声音尽量沉稳一点,这么点照片还不够,而且照片里只有他一个人。 什么?那你想要什么样的? 我要床照,如果是整段上床的视频就更好了,只有他一个人的照片,我要来有什么用? 这个,我也要出镜吗? 电话那头有些犹豫。 这当然了,不过你放心,只要能满足我的要求,酬劳这块,我会给你再加五万。 那,那行吧。 放下电话,我把这个号码默默记下,然后从手机里删掉,我走到窗前点燃一根香烟,深深地吸了一口, 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,如果不是你真的出轨了,我也不可能去找别人拍你的床照。 说实话,在我心里,我很爱我的老婆,如果不是真的到了最后一步,我也想不出这么恶毒的手段,心里有些难受。 但我知道,现在只能这么做。 因为我不满意照片,鸡仔又一次约了我的老婆,而我手机上也收到了我老婆说要去闺蜜家过夜的短信,呵呵,你说谎的样子也太熟练了。 坐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,一边喝着红酒,一边想象着鸡仔和我老婆在酒店里的样子,心里很不适滋味。 可就在这时,我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,是鸡仔的号码。 接通后,我便听到了一阵非常妩媚的声音。 这是我老婆陈瑶的声音,能听得出来,她此时一定很兴奋。 紧接着,陈瑶开始胡言乱语,我知道,这是她的小习惯。 电话里一边传来她的浪叫,一边传来碰撞的声音,约莫十几分钟之后,随着一声让我怀上你孩子的大喊。 电话那头终于平静了下来,只剩下了两人的喘息声。 我明白,这个电话是鸡仔,在向我汇报任务情况,一口喝光杯中的红酒。 我挂断了电话,在准备好离婚协议之后,鸡仔那边便来信了。 他害怕我不讲信用,所以要求当面交易,一手交钱,一手交货。 我感觉这个人应该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了。 电话沟通时轻车熟络,根本看不出是个新手。 我和鸡仔约定的地方是一个商住一体的商务楼。 有办公室也有公寓,即便我这个陌生人来这里,也不会引人注意。 这里据说是鸡仔某个拼头的房子,平时闲置,也不缺这点出租费,所以就给他免费住了。 进入大门,鸡仔便很热情地给我倒了一杯咖啡,然后招呼我坐在沙发上,刘先生久仰久仰,听说最近有电影要上映,不知道是哪一部。 听到这话,我眉头微微皱了起来,做这种事情,我不可能对他交底,毕竟如果被外人知道,很容易影响电影票房,鸡仔见我这样,依旧是笑眯眯的,一边搅拌咖啡。 一边等我回应,我深吸一口气,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过多地去聊,直接问道,把东西给我就好,咱们可别有太多的交集。 我懂,我懂。 鸡仔从茶几下面拿出了一个袋子,我稍微看了眼里面的东西,便直接拿出一张银行卡,这里面有八万,希望你忘记这件事。 鸡仔贪了贪手,并没有拿银行卡,而是笑着喝了一口咖啡,什么意思? 鸡仔放下咖啡杯,我原本还以为你只是个有些变态的人,喜欢看自己老婆出轨,但是当你老婆和我说起你之后,我才明白,你可不是一般人啊。 我眯了眯眼睛,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,难道你是在威胁我? 鸡仔连忙摆了摆手,谈不上谈不上,我可得罪不了你这样的大人物,不过,为了不影响即将上映的电影,这个价格我就得适当地提高一点了。 我不想废话,直接到多少? 两百万,只要你给我两百万,我立马就从这个城市消失,这样一来,你的事就影响不到电影的票房了。 我真给你两百万,你敢拿吗? 鸡仔笑了笑,不不不,这话应该我对你说,我要两百万,你真敢不给我吗? 有名的电影制作人,居然喜欢看别人和自己老婆上床,这个污点一出来,你的电影还有人会去看吗? 他并不知道我让他这么做,是为了拿到陈瑶出轨的证据,顺利和他离婚。 但不管怎么样,我找人勾搭老婆这件事,如果泄露出去,我的事业肯定就被毁了,说不准还得赔投资人的钱,鸡仔则是悠然地喝着咖啡,一点都不着急,这样吧,我知道两百万也不是小数目,你可以考虑考虑,等你想好了,下次见我时,就带着钱来吧。 说着,他便朝我摆了摆手,像是在赶人,而我也只能灰溜溜地离开,就像一只丧家之犬离开鸡仔的住处,我坐在车里抽了好几根香烟,吹着冷风,我才冷静了下来,开始慢慢分析这件事,首先。 这个钱肯定是要给的,积在手上的东西,足以积毁我的事业,可是,像他这种人,肯定不会遵守信用,接下来,他一定会用这件事持续地勒索我,我必须要在这件事上占据主动,但是,想得简单,实际操作就非常难了。 他那里肯定会保留下我老婆的床照,想要了结这件事,就必须要删除所有照片。 就在我冥思苦想的时候,我的手机忽然响了,是陈瑶发来的一条短信,上面写着,老公,我有些事情要和你坦白,坦白你出轨的事情吗? 忽然,我灵光一闪,想到了一个能够了解此事的方法。 约莫一刻钟我便到了家,一打开门,就看见陈瑶面色低沉地坐在沙发上,你去哪了,平常你不是都不出门的吗? 他穿着居家的T恤,是之前在我在求婚后,他买的情侣装,那时候说要一辈子在一起,永远不分开。 此时,再看这件衣服,我感觉就像是在讽刺,最近电影要上映了,我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 我装着什么事都没有发生,也坐在了沙发上,我有件事情要和你坦白。 陈瑶面色认真的看着我,她含着一包泪水,背吃咬唇,轻声道。 我,我出轨了,之前因为你工作忙,时常不在家,我认识了一个男人,还和他开了房,当时我只觉得是偶尔的发泄,可我最近又和一个男人开房了,我,我对不起你。 听到这话,我不自觉地握起了拳头,陈瑶则是羞愧地低下了头,在他看来,可能觉得我是生气握起了拳头,但其实,我是开心地握起了拳头,在看到他短信的时候,我就感觉他要和我坦白出轨。 所以,那时候我就在脑海中制定下了一个计划,深吸一口气,我调整了一下情绪。 开口道,其实这件事,我早就知道了,那天开剧本会,我在停车场,看见你和一个男人走进酒店,所以,你和我坦白是希望离婚吗? 原来,原来你都知道了。陈瑶有些诧异地看了我一眼,眼泪不住地流了出来,我不想离婚的,我只是被猪油蒙了心,我只是在寻找刺激,老公,我真的不想离开你,我心里是爱你的。 说着说着,陈瑶竟然直接跪倒在了我面前,我知道我做的事情很难被原谅,在准备和你坦白之前,我就做好心里准备了,不求你原谅我,只求你知道,我即便是出轨,心里也只爱你一个人。 我点了根香烟,深深地吸了一口,那你第一次出轨之后,居然还出轨。 陈瑶低着头,我,我不想的,但是它就像是我肚子里的蛔虫,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,它都知道,我才一下子陷了进去,但是,但是我立马就后悔了。 哎,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,心里只觉得陈瑶应该去当个演员,记载可是睡了它两次,而且它在床上可一点都没有后悔的样子。 然而,现在还不是我和它摊牌的时候,我尽量在脑海中回忆和陈瑶曾经的美好。 回忆我还是个刚入行的小菜鸟时,被人恶意恪口公资,它说它来养我的的画面,你别跪着,对膝盖不好。 我的表情就像个痴情的舔狗,将陈瑶扶起之后,无奈道,今天在我回来的时候,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,对方说,如果我不给它两百万,它就会把和你上床的视频公布出去,我没看到视频,但听到一点声音,你说,你要怀上它的孩子。 听到这话,陈瑶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无比,虽说那时候是在胡言乱语,但她也清楚地记得,当时她说了这话。 我,我,陈瑶坐在沙发上,不知所措抱着头,我们报警吧,她这是犯罪,是犯罪。 我摆了摆手,如果这件事情捅出去,我的事业就毁了,我不能因为你的出轨,毁掉我的事业,对吗? 那怎么办,我们给钱吗? 陈瑶着急地看着我,我再次摆手,像这种威胁,如果我们妥协了一次,那么往后她一定会再次威胁我们两次三次,直到我们付不出钱, 然后视频再被公布出去,那我们该怎么办啊?老公,我对不起你,我对不起你。 陈瑶捂着脸大哭了起来,我抽完最后一口烟,将烟头暗灭,看着陈瑶冷声道,能解决这件事的只有一个方法,那就是将她手上的所有视频和照片都删掉。 我从酒柜里,拿出一支名贵的红酒,用针管穿过木塞,朝里面注射安眠药,等药液和酒水混合后,我摇晃了几下,将红酒递到陈瑶手上。 明天你把这瓶红酒给她,最好是能看着她喝下去,但不要勉强,千万不要露出破绽,成败就在明天了。 如果她不喝怎么办?陈瑶有些担心地问道。 没事,我之后会装作被她拿捏住的样子,去给她钱,到时候我来想办法。 接下来,我和陈瑶详细地制定了计划,你先带着红酒去她家,如果她不喝,你就借口上厕所发短信告诉我,然后我立马上门,杀她个措手不及,她肯定会让你躲起来,而我一定会让她喝下这杯红酒。 等到药效发作,她昏睡之后,你就把她藏在家里的视频和照片全都毁掉,一定要找仔细,千万不能有遗漏。 陈瑶认真地点了点头,我朋友是做药物开发的。 想要拿到安眠药太简单了,而且在剂量这块,我也能咨询她,一切的准备工作都很完美,我轻轻地抱着陈瑶, 只要过了明天,我们的生活就会回到正轨,放心吧,我不会和你离婚的。 嗯,谢谢你,老公。 整个计划都很顺利,我坐在车里,收到陈瑶的短信之后便直接上楼找基仔,说自己想明白了,愿意支付两百万。 面对巨款,基仔生怕会出现什么意外,果然和我想的一样,让陈瑶躲在了卫生间,他自己留在客厅和我交易,打开房门。 我看见基仔很是小人得志,大大咧咧地坐在沙发上,一副吃定我的样子,而我则看到桌上的那瓶红酒深吸了一口气,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,两百万准备好了吗? 我希望咱们的交易不要出现什么不愉快,毕竟,电影要上映了。 我咧了咧嘴,露出一个很难看的笑容,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上,同时,还有一张银行存单,上面写着,存入两百万整。 基仔的眼珠子都要贴到银行卡上了,忍不住笑道,做电影的果然有钱,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拿出两百万和人交易呢? 别说这些没有的东西呢,我冷冷地看着它,放心了,我基仔是最讲信用的。 说着,基仔从茶几下面拿出了上次的小袋子,以及一个U盘,袋子里的是复制的。 U盘里是原版,我都给你了。 希望如此,如果我发现你还有辈分,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 基仔坐在沙发上笑道,放心了,出来跑江湖的,最讲究信用。 如果下次还有这种好事,别忘了再和兄弟联系呀。 和我上次预料的差不多,基仔果然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。 他在手下银行卡后,将手机拿出来,挡着我的面,删干净了他和陈瑶的聊天记录, 然后又从袋子里拿出一张很模糊的照片,什么意思? 我紧皱着眉头,这张照片看不出来人脸,就当送给我留个纪念咯。 你如果想要的话,再给我两百万啊。 我冷笑一声,才刚刚拿到钱,就又想危险我了,他肯定还留着辈分。 不过,我现在还不能和他撕破脸,慢悠悠地点燃一根香烟, 我将话题转到了茶几上的红酒,这么好的酒,不知道是谁送给你的啊。 基仔见我没走,有些着急地看了眼卫生间, 他害怕里面陈瑶如果听到我在这,会暴露他威胁我的事情。 行了,交易完了,我还有事情,就不留你了。 我笑了笑,不急,我都花两百万了,你还不请我喝一杯红酒吗? 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哦。 说着,我直接拿出两个杯子,将红酒打开,倒了两杯, 虽然是一锤子买卖,但咱们毕竟合作得还算愉快, 一起喝一杯吧,喝完我再走。 基仔咬了咬牙,他恨不得我现在就走, 一点都没有犹豫,拿起酒杯和我碰了一下,就喝完了。 而我只是稍微抿了抿,这点剂量的安眠药和没吃一样, 看着他喝下红酒,我直接离开,回到了车里等待陈瑶。 约莫半小时后,陈瑶拿着一个袋子回到了车里, 一路无言,我开车带着陈瑶回到家里。 在卫生间的马桶里,我点燃了一把火,将基仔给我的袋子丢了进去, 而陈瑶则是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相机的储存卡, 也丢进火堆,辈分都在相机里。 陈瑶说着,将我给基仔的银行卡递到我手中, 我点了点头,深情地抱住了它,嘴角不自觉地向上翘起,辛苦你了, 就当曾经都被这火给烧了,我们重新开始吧。 解决了所有事的第二天,我就联系律师准备离婚的事情, 昨天我只烧毁了袋子里的东西,但把优盘留了下来, 这里面的东西已经可以证明陈瑶出轨了, 可就在我出门准备去见律师的时候。 推开门,却看见了几名警察站在了我家门口, 刘新成先生,我们是刑警支队的刑警。 怎么了?有什么事情吗? 我有些意外,你认识王苏先生吗? 他的话名叫基仔。 说着,警察拿出了一张照片, 我点了点头,我认识的,但是和他不熟。 难道是基仔发现东西被偷了,所以报警了? 他做的事情本来就是犯罪的事情,他怎么干的啊? 就在我疑惑的时候,只听警察冷声道, 王苏先生昨天被人在家杀害, 现在我们要求你协助调查,希望你能配合。 听到这话,我整个人都愣住了,基仔死了。 我是个聪明人,能在娱乐圈混出一定地位的人都不笨, 在工作上我解决了无数次的意外, 自认为已经是身经百战, 可当听到基仔被杀了之后, 我的大脑居然是一片空白, 就好像是电器突然被断电一样, 坐在警车里,我开始慢慢冷静了下来。 第一个想到的,杀基仔的人很可能是陈瑶, 可是他在家连鱼都不敢杀, 怎么可能杀人呢? 而且,像基仔这种专门钓富婆的人, 社会关系肯定很复杂, 说不准是被哪个富婆的老公知道了。 一气之下把他杀死的, 等到了警局后,坐在审讯室里, 我一直在和警察解释, 我不可能杀人, 我是个电影制作人, 马上就有电影上映, 我不可能因为一个社会渣子去葬送我的事业。 况且,我和他一点都不熟, 只知道他叫基仔。 你们稍微调查一下他的社会关系就能知道了, 他这种靠着勾搭富婆, 赚钱的人, 筹价太多了, 被谁杀死都有可能。 然而, 不管我怎么说, 坐在对面的警察都是一副冷冷的表情, 似乎根本不相信我。 你在基仔被杀之前, 多次出入他的家里, 这点是因为什么? 我只是找他喝酒而已。 只是喝酒吗? 警察从档案袋里拿出了几张照片, 是基仔和陈瑶的合影, 他们在清晨的公园里, 大汗淋漓地相拥在一起, 不用想都知道他们刚刚做了什么, 这是野外运动后的合照。 这照片是在基仔家里找到的, 照片里的女人你应该很熟悉吧。 我咬了咬牙, 点头道, 是的, 她是我的老婆, 根据大楼保安的叙述, 她称最近一段时间, 经常都能看到她们很亲密地进入大楼, 她还以为这是基仔新交的女朋友。 我老婆是比较喜欢交朋友, 但她是个好女人, 我很相信她, 我也从来没有对她私人社交干涉过。 哦, 对面的警察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笑容, 从档案袋中又拿出了一个小纸袋, 我看不见当时自己的表情, 但可以相信到, 我当时一定非常震惊, 因为这个纸袋子, 就是我先前从基仔那里交易过来的东西, 不是被烧掉了吗? 怎么可能, 我眼睁睁地看着警察从纸袋中拿出了几张照片, 以及一张相机存储卡, 只觉得天旋地转如同天塌下来了一般。 根据这里面的东西, 我们可以判断出, 你的老婆和基仔是存在不正当关系的。 然后, 根据我们的走访, 发现你是在几天前的酒吧中与基仔相识, 有服务员听到, 你当时在质问基仔, 他勾引你老婆的事情。 我下意识地揉了揉太阳穴, 当时的记忆实在是有些记不清了, 只有一些片段在我脑海中回荡, 我似乎是让基仔去勾引我老婆的, 可能酒吧太吵, 服务员误听成了我在质问基仔, 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你是知道了基仔和你妻子的关系后, 在气氛中将他给杀死的。 不, 我没杀人, 我绝对没有杀人。 我的声音在这间审讯室中显得非常苍白, 因为警察根本不相信我, 我是认识死者, 是他用我老婆的床罩来敲诈我, 我因为不想影响即将上映的电影票房, 我才回去他家和他交易的, 我没有说过谎。 听了这话, 警察眯了眯眼睛, 当时就你们两个吗? 我不想把陈瑶牵扯进来, 于是点了点头, 是的, 就我们两个人交易完了之后, 我和基仔喝了一杯红酒, 我就离开了。 这是, 警察拿出一张照片, 是这瓶红酒吗? 是的, 警察冷笑一声, 那就没有问题了, 这瓶红酒里, 你下了药对吧? 说着, 他拿出了手机, 点开了一个视频, 画面中, 我正在给红酒注射安眠药, 眼神冷峻, 就像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, 明天你把这瓶红酒给他, 最好是能看着他喝下去, 但不要勉强, 千万不要露出破绽, 成败就在明天了。 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, 急忙问道, 这视频你们是从哪找到的, 是怎么拍下来的? 警察并没有回答我, 而是继续给我看了一个视频, 那是陈瑶在接受审讯的记录, 是我老公让我把酒给基仔的, 当时他告诉我在, 红酒里加的是安眠药, 我也没想到他会把基仔杀死, 他就只说让我在基仔睡着之后, 把东西偷出来而已, 可是, 当我从基仔家里的卫生间出来之后, 我看见基仔面色铁青, 倒在沙发上断了气, 我吓坏了, 我害怕我老公也把我杀了, 所以就没有报警, 怎么可能, 我瞪大了眼睛,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, 根本没有想到事情居然会变成这样, 老实交代, 你到底有没有杀人? 忽然, 警察的声音将我从震惊中喊醒, 我连忙着急地站起来, 歇斯底里地大喊道, 我没有杀人, 我在红酒里只加了安眠药而已, 一定是陈瑶, 是陈瑶要害我, 可是, 警察根本不相信我, 他们拿出一份文件, 上面显示着, 记载是中毒身亡, 而残留的红酒里, 也检查出了毒药, 一瞬间, 我就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, 瘫软地坐在了地上, 只能不断重复着, 我没有杀人, 我没有杀人, 我就这样被送进了拘留所, 陈瑶虽说也有几项罪行, 但因为都比较轻, 而且有检举揭发的功劳, 所以当天就被保释了, 在陈瑶保释的当天, 他过来见过我一次, 外面现在都在说, 你是杀人恶魔, 而我是家庭不幸, 出轨可以被原谅的女人呢, 陈瑶抬着下巴, 有些轻蔑地看着我, 为什么, 你为什么要害我, 那天在家里和我坦白出轨的时候, 都是在骗我吗? 呵, 这当然了喽, 我早就想和你离婚了, 找了四家侦探一直跟踪你, 却没发现你有什么黑料, 没办法, 只能出此下策喽。 陈瑶笑着, 宛如一个胜利者, 说起了整件事的经过, 原来那天我去酒吧的时候, 就已经被四家侦探跟踪了, 我让鸡仔去勾引他, 也被完完全全地记录了下来, 你让鸡仔来勾引我, 我正好利用他来做局, 烧掉的储存卡是假的, 我把鸡仔的备份都交给了警察, 那瓶红酒也是我掉包的, 为的就是把你送进监狱, 让你坐实杀人犯罪的事实。 我咬着牙,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? 当然, 是为了你全部的财产了, 你从一个刚入行的菜鸟, 我就跟着你了, 现在你成功了, 我凭什么只能分得你一般的财产, 我要全部, 我要全部。 最后四个字, 陈瑶是咬牙切齿说出来的, 我从她的眼神中能看出, 她已经被贪婪给吞噬了。 然而, 就在第二天的时候, 陈瑶就被警察给重新逮捕了回来, 而我则是被无罪释放了, 你很幸运, 如果这两天下雨的话, 这两只被扔在花圃里的针管, 就检测不到东西了。 警察拿着一个证物袋, 笑着说道, 这两只就是往红酒里注射的针管, 一个里面是安眠药, 上面有我的指纹, 一个里面是毒药, 上面是陈瑶的指纹, 我走出看守所, 我感觉这一切就像生活给我开了个玩笑。 实在是太曲折了, 可是, 当我回到家里, 坐在沙发上的时候, 我忽然感觉到脑袋一阵刺痛, 就好像有人强行把一段陌生的记忆插入大脑一般, 一幅幅画面在我脑海中浮现, 顿时, 我想起了那天在酒吧里的全部回忆, 原来我并不是喝醉了, 而是吃下了朋友的药丸, 选择遗忘掉了一段记忆。 你为什么跟踪我? 我, 我是陈瑶小姐雇的四家侦探, 她想要找你黑料和你离婚的时候, 拿走全部财产。 当我知道这一切后, 一个计划就在我的脑子里成行了。 我先加倍给四家侦探钱, 让她将我在酒吧里和记载的对话全都告诉陈瑶, 然后再建议陈瑶将计就计杀死鸡仔后嫁祸给我, 她会帮忙把证据都给毁掉, 可是当陈瑶上当, 将针管交给那名私家侦探后, 她就会将针管丢在警察一定会勘察到的地方。 这样一来, 我完全不用做什么, 就完成了一出借刀杀人。 而且, 因为遗忘要完, 我也不会露出一点破绽, 整个计划完美无缺, 当要效果去, 我想起了全部记忆时, 整件事情都已经了结了。 哈, 此时四周灯光亮起, 荧幕上也开始滚动字幕, 我慢慢起身往外走, 嘴角不自觉地向上翘起, 这才是真正的胜利者的笑容。 可就在这时, 我的肩膀一沉, 一只粗糙的大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, 我回头, 发现是鸡仔被杀案的主要调查警察, 没想到, 你会把这件事拍成电影, 整个剧情还挺不错, 即便我这个亲身经历的警察, 都没想到最后的翻转。 我咧了咧嘴, 电影都是要艺术加工一下的。 哦, 那名警察笑了笑, 这真的只是艺术加工吗? 当然了, 我们这个世界, 又没有可以让人遗忘记忆的药丸, 而且, 我也不可能欺骗过警察的眼睛, 不是吗? 是啊, 那名警察深深地看了我一眼, 但是, 我们根据陈瑶的口供去调查, 那名私家侦探时, 却发现他因为车祸, 死了。 哦, 鉴定是刹车老化, 在盘山公路上直接冲了出去, 他们一家人都死了, 那还真是人生无常呢? 我轻松地笑了笑, 那名警察也笑了起来, 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本子, 但是, 我在他家里找到了一个本子, 上面清楚地写下了你和他的对话, 包括, 你设计借刀杀人的事情。 你说笑了, 警官, 我冷笑一声, 直接转身离去, 而他也没有再追上来, 我明白的, 他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, 因为, 我摸了摸我的上衣口袋, 那位斯嘉侦探所记录的本子, 可是在我的身上。 伴随着电影的结束曲, 我漫步走出电影院, 此时已经是深夜, 街道上几乎没什么人了, 我一路走着, 来到了我家小区里, 站在楼下点燃一根香烟, 慢悠悠地朝着天空吐出一道烟气, 看着天上那圆月的月亮, 我才想起, 今天是中秋节, 感叹道, 今天是中秋节啊。 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日子, 一家人嘛, 不管是在人间, 还是在地狱都是要团圆的。